房贷利率是怎么计算的受什么影响 大家好 我是在楼山基础房产的Chris Liu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今天咱们讲的是一种叫查报税的贷款 这种贷款是美国目前最严格的 也就是说根据你的工作 收入信用分来综合确定你的贷款额度 还有你能拿多少的一个利率 那么通常来讲在你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它是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叫Low Amount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贷款金额 那么Dumbpayment就是你的首付是多少 还有你的Credit Score就是你的信用分 那么在这张图上我们看到 它下面有三个选项 其实它会有更多的选项 但是我只列了三个 就是第一个叫30年固定的利率 也就是说从你拿到利率的今天起 那么未来的30年 这个利率一直都是不变的 第二个是15年固定的 15年固定就是把它分期15年 那么相当于你每个月还的更多 那么对你的收入要求之类的也会更高 其实很多人不理解 这个10-6ARM是什么意思 其实ARM的意思它叫Adjustable Rate Mortgage 就是什么 就是可调节的利率贷款 那么10-6是什么 10的意思就是 你首先会持有固定利率10年 然后之后每6个月 这个利率就会调整一次 说到这里 大家其实大概已经明白了这三种区别 但是查报税的贷款 它也分为三种 它是根据你地区 它的贷款额度的不同 它来划分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60万的贷款额 那么如果我们换成 比如说80万 咱们会看到这里会出现一个high balance 这就是一种高额的贷款 如果我们再提高我们的贷款额度 放到100万 这个地方就会变成账宝 所以这是三种根据贷款额度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类型 具体的细节咱们可以不解释 因为它是根据放款方的不同 然后就是出来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额度的类型 然后OK 咱们现在放到60万的贷款额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可以看到30年固定的利率是7.429 那么我们提高我们的首付会对利率有什么影响 我们直接把它提高到40%以上 你会看到 其实它的利率下降很快 0.4个点就这么减下去了 所以你提高到四成的话 是对你的降利率是有帮助的 大家尽量的多放一些 那么20%是一个起点 为什么这么讲 如果你调到15% 你会看到它很快就会上来了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信用分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是680到699 你会看到它马上变成7.913了 如果我们放到740到759 那就变成7.4级 如果放到800分 那就变成7.27 所以信用分也是一个影响很大的 但是不同的贷款类型它也有区别 比如说我们现在放到high balance 20%的到 那么它现在是8.711 那么我们就是接80万是这个利率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800分以上 那也只到7.99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把首付放到40以上 你会看它马上会下降的很大 所以你不同的贷款类型 你要去看怎么样对你来讲是最有利的 如果你的首付和贷款额 是比较弹性的这种情况下 现在我们把它放到占保 7.155 那么我把它提到高800分 那你会看到它变动其实很小的 然后如果是我的首付放到40%和20% 你看其实变动也是很小的 那如果你是到了这个额度的贷款 那么其实对于首付来讲的话 只要你满足条件 你40跟20其实区别不大 但是像这种贷款 你不能放到15 你要放到15的话就变成这样了 9点多了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先计算自己可以满足哪一种的贷款 然后之后根据这个贷款的特性 然后你来看自己怎么样做 对自己是最有利的 那么具体就是说 银行是怎么计算 你能贷多少钱 这个咱们以后的视频再讲 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样最有利 要么咨询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贷款经理 或者就是说你也可以咨询我 我会给你一些建议 看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吗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咱们下次接着聊